财政部长刘亦如日前表示了 有八家公股的行户将要严拟提供给店家等资本额 低于三百万的中小企业微型企业贷款 每一户融资最高可以达到一百万元 预计将会有十万户的店家受贿 不过也有店家表示了要申请这些贷款 根本是相当不容易 让小本生意店家向银行融资更容易 八大公股行库将针对店家 研议所谓的微型企业贷款 依旧有机制来看 申请贷款必须要有担保品 或是信贷高达年利率10% 五年内要还款等于要缴出大约27万的利息 不过新的微型贷款则是最高可以贷到一百万 利率也降为3.5到5% 五到七年还款 而如果是以借百万3.5%的利率来看 五年利息大约9万元 和之前相比等于省了将近18万 今天的房价一个月都是 像对面那一家就要二十几万了 省下十几万对我们这个小生意人 应该没什么帮助 发下来的 几率我觉得是都不高 对于真的需要的 预计有十万户资本额低于 三百万的店家和小企业受费 但是也有店家表示 要融资还是不容易 准备贷款条件更优惠 才会考虑微型贷款 好